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整体造型 后面拿的这个好像是从僵尸身上躲过来的 反正亮闪闪的就对了 我都拿上了 然后我要去邀请全村的男女老少 去干什么呢 参加我的婚礼 没错 大家都跟着我 来 邀请你们参加我的婚宴 你们在这个圈里待的也够久了 该出去溜一溜了 我把喜糖准备好 一会儿给你们送喜糖吃 好吧 大家都跟着我 还有谁没有来 因为上一期不是订婚成功了吗 所以呢 下一步就是要结婚了 对不对 当然不能很草率的结婚 所以呢 我就策划了一个草坪婚礼 草坪婚礼是什么样子 大家一会儿就知道了 我在线下布置了一个简单的婚 婚礼会场 跟着我 你们这些结婚了没结婚的 睡醒了没睡醒的 都跟我来吧 这个圈里的要不要请啊 其实人已经挺多了 算了叫上吧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是吧 我看他们也怪无聊的 看着几个就去叫几个吧 但是我不想进去了 我就把这些旁边的人叫一叫好了 活泼好动的图书管理员 来来来来你们都来 大家都来热闹一下 没人了吧 这个呢 这个都跟着我 大家都跟着我来 就在不远的地方啊 我知道这个太远了呢 也不便于大家去啊 天快黑了 天快黑了 那不行 那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我觉得还是应该白天举行婚礼啊 那我先睡一觉 就在这儿睡吧 让大家在这儿看着我睡一夜 怪不好意思的 好了 你们可以从我的床上下来吗 好 接着走啊 今天 就在咱们家门口 我在草坪上布置了一个小小的空间 大家随我来 就是这里啦 比较简单啊 但是我觉得还挺温馨的 这里有一个门 红毯 一会儿呢 大家就站在两边 好吗 你们就做我婚礼的见证人如何呀 哎 留在这里 不要再乱跑了 给你们留了非常宽敞的位置啊 大家都能看到 不要站在过道中间抢我的风头 好吧 人多了就是不太好整 哎呀 你们都留在这里 一半留在这里 一半留在那里 好吗 给我添一点人气 这些人就留在这儿 村里的人啊 大部分还是很幸福的嘛 都结婚了 不管是这些 什么固不固执的 为人轻不轻浮的 敏不敏感的 什么样性格的都能找着媳妇 都能找着老公 我这里就是爱的天堂啊 那个Jaden 他的故乡 就有好多单身的 我就是把他从那儿拐过来的嘛 还有谁 你们都可以各就各位了啊 不用一直跟着我了 还有这个 好的 都站好 不要越线 站在这个 强威从后面 好吧 配合一点 我看看 出界了 出界了 站好 我怎么感觉时空好像静止了一样 他们都不动了 我不能让你们自由活动 让你们自由活动 又不知道乱跑到哪去了 你干嘛呢 你是要和我结婚吗 站那边干嘛 好 大家都站好了没有 这儿 这个又出来了 那么 哎 新郎呢 这是 哎 对呀 婚里的主角去哪里了 Oh my god 哎呀 我不是让他跟着我的吗 他没有跟着我呀 哦 好像我在 就是布置场地的时候 让他自由活动去了 哦 天哪 那他去哪了 我 大家我都已经请过来了 怎么没有意识到他不在 我的天 这广袤的大草原 上哪找他去啊 婚礼当天 新郎不见了 什么情况 一头雾水啊 应该就在附近吧 对 没错 我就是这个布置场地的时候 我让他 我让他自由行动去了 哎 前面好像有个人 这是他吧 哦 没错 没错 接接 哦 天哪 你在这乱溜的什么呢 今天要结婚了 知道不 欠揍 今天打算去哪 今天打算结婚 今天领证去 不知道跟谁 随便 谁都行 可以吗 太仇人了 嗯 气死我了 吃点东西 好了 大家都已经过来了 咱们 咱们就有一个小小的 简单的仪式 好吧 呃 站在这个入口 你你你别乱串了 行吗 不要乱串了啊 拿上我的仙女棒来 我们两个一同走向那个 红毯的镜头 来 在大家的注视之下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背对着我们 不忍直视什么 穿的太花了 好 不要乱动了 好了 哎 错了啊 有点激动 不是 应该换一个视角 来 还是第一人称吧 第一人称比较舒服 今天在全村所有人的见证之下 我要送给你一份特殊的礼物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明知顾问啊 呃 是 结婚戒指 啊 你不想要 不能吧 哎 这么多人在呢 别博我的面子好吗 不要 不要这么个残酷好吗 啊 那你想干嘛 是因为我刚才打了你一下吗 别闹啊 有时候回家闹啊 啊 成功了 获得成就 我们结婚了 哦 太激动了 梦想成真 好 哄了两句就好了啊 现在他的情绪变成了 剑谈 哎 我们这个仪式就完成了 呃 大家虽然都背对着我们呢 但是我相信他们都看到了 他们也感受到了我们的幸福 是吧 哦 这有一个礼物 可以点击 送给了我 枯死的灌木 好 谢谢你 你是祝福我们的爱情 就像这个枯死的灌木一样吗 永远毫无生气 对吧 然后我送他礼 他还不想要 为什么不想要 cliffe 农民 啊 他也送我礼物了 他送给我两块非常实用的木板 好的 谢谢 你可以自由活动了 啊 他们对我的祝福的话都比较实在啊 啊 应该被扔进地狱 我不相信他发生爆炸 这些都什么人呢 这些 根本就不通情达理 他这送了我个什么 是肉吗 哦 还是牧羊人比较实在啊 直接送肉 送牛排是吧 哎呀 东西又满了 哎 为什么每次出来的时候 包里都这么满 哦 扔掉一些没用的吧 其实说没用也都有用 但是 既然大家要送我礼物的话 那我就腾出一点空间来啊 这个呢 矿工 Catherine 今天的天气不错啊 你是今天唯一一个对我非常友好的人 他送了两块煤 好 谢谢你 你的祝福我收到了 希望我们一路走到黑 对吧 刀具工人 刚才跟他聊天了吗 我想实用吗 有送洗脸盆 还有这个暖壶镜子的吗 三大件啊什么的 他送了什么 这是他送了苹果啊 因为我结婚的时候 大家都在周围 所以他们就 会送我东西 你今天好吗 很好啊 和蔼的牧羊人 他送了一本书 哎 非常有文化的牧羊人 谢谢你 这个已经聊过了 你们就自由行动吧 好吧 这是跟我关系比较好的那个Nash 哎呀 应该说是我的 这个半个前男友吧 他送了我 你得送我点贵重的 是不是 他送我的什么 不知道哎 不知道他送了什么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挡着我 Jaden 他不喜欢糖啊 Rose已经送过我礼物了 没有礼物案件 就是已经送过了 哦 今天真的请了好多人呀 警卫Broken 这也是我们跟村民交流感情的好机会嘛 对吧 他送了两块红石 其实红石我从来不会用的 但是谢谢你 希望我们过得红红火火 对吧 嗯 我不想死 离开我远点 说什么呢 能说点吉利的不 这位叫Archer 是一个警卫 你也是一个警卫啊 送了我一个仙人掌 他这 他送的什么 不知道 武器制造师 给我的是木头 原木 苹果 这位叫什么 Elly 你该理发了是吧 刀具工人 用你的刀给自己削一副头发 哎 哎 你怎么在这睡了 哎大家都回家了 睁着你的眼吧 天黑了 他好迷糊 睁开你的眼睛 回家去啊 这里有点危险 大家送我的礼物 我就不要了 其实都 家里都特别多 但是理清人一重啊 大家能送我东西 我还是很开心的 没想到结婚结了一整天呀 哇 真是挺累人的 好了好了 大家都回自己的圈里去了 就算是我给他们床 他们也不睡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还有一些人 呃礼物我还没收呢 但是我都不知道谁是谁了 啊 这个就没收 送我木棍 好 礼物再多贵重 我们 我们回家吧 呀 哎 忘了请Elisa 她是我的图书管理员 天天就在这里睡 在这里看我的图书 啊 好累好累 好了 睡觉了 睡觉了 诶 怎么还有一个人跟着我 你站在我的床上干什么 哦 她现在有背包了 伴侣现在会有一个背包诶 而且 我刚才好像看到了 收遇那个选项 因为已经结婚了嘛 呃 但是我 我现在还不需要 我们两个先过一段时间 二人世界吧 对吧 这个造建师是怎么回事 啊 我昨天让他跟着我是吧 他特别迷糊 我让他跟我回家了 看特殊 特殊没有 嗯 就是多了两个功能 一个是声誉 还有一个背包 可以让他给我拿着东西 呃背着东西 嫁给你 好 非常好 呃 新生活的第一天啊 我们 呃 我们要 要做什么呢 其实跟普通的日子也是一样的嘛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还是咱们两个在一块 把东西收拾收拾吧 这身彩虹装我就不穿了 太闪了 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我功能到不少啊 好像穿上它以后 写格会变多 变成两行 而且第二行有四格呢 我要不就穿一身黄金套吧 看看这个金头盔 行 就这样就行 我把那些耐久度不太多的 呃 装备啊 都穿一穿 然后等它坏掉了就换新的 要不然 这个盔甲什么的套装越来越多 这 这些也都收一收吧 当初还说多做几个戒指呢 但是发现也没什么用啊 他也不喜欢这种东西 我能不能开个金店呀 专门贩卖这些东西 走吧 咱们两个出去透透风吧 别在家待着了 我在家也待不住 嗨你好 他叫Fabu Red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二 你在转什么 你请问一直在看他 聊天 我知道我们不是最贫穷的家庭 但是 但是什么 我们当然不是最贫穷的家庭了 我们是全村最富裕的家庭 好吗 你看看他们都在圈里面睡 连床都没有 算了 你不想聊就别聊了 咱们去厨房做点吃的吧 今天我给你做好吃的 好不好 我想起来一个事情 我上一次做这个鸡 是不是糖放太多呀 人家只要一份糖 是不是只需要一份糖 再加一根葱就可以了 我想再试一试啊 哎呀 但是好像没葱了 哎呀 那两个 只有两根葱 我做水煮鱼 做水煮鱼用了 地里有葱吗 好像我没有种过这种东西 把别人送我这个 枯死的灌木给种上 好像真的没有葱 有 这是糯米 警卫为什么在田里啊 这是茄子吧 茄子 茄子 糯米 白菜 这什么花生 葱萄 是葱萄 没有葱 哎呀 那我没有种葱 我怎么办 可以试着去地里打一些 不知道 不知道能不能打出来啊 以前都是剪的 就地上直接就有 这红豆 我原来种了这么多东西 我都不知道 好久都没来田里看了 因为吃的也从来都不缺 虽然不缺 但是必须得有地 对吧 手头我连个厨子都没有 厨头都没有 都是女仆在帮我干活 不过 女仆她有一个 毛病 她就是 只种小麦 像西瓜呀 就是茂德莲 这些东西 她们都不会种的 也不能要求人家 太智能 对吧 搜索 咱们去 咱们打葱去 好吧 我看看 我看你们村 会不会有 因为我记得 你们村有一大片地呢 正好今天带着你 访一访娘家 你们这儿 谁家有一颗葱啊 借我点儿 我可以 我可以拿肉来换 羊肉好不好 这灶头急的 乔凤难为五米之吹呀 就缺一根葱 做不了中午饭 还真没有 他们村 就种小麦 但你们吃的 也不觉得 腻味的话 每天就吃 吃面吗 面啦 包子啦 饼啦 好吧 没有没有 那我就 回家吧 还是 我去 我想想啊 我去草坪上吧 去草坪上打一些 正好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装的一个新帽子 这mod叫幸运草mod 就是当你去打草的时候 会随机出来幸运草 这个幸运草 你把它重新种在地上 它就会变成别的东西 这个别的东西是什么呢 不一定 我看你幸不幸运了 有好有坏吧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哇 哇怎么这么大一个土 这是个黑暗剧毒公平 哇 我失明了 哇 你没事吧 啊 你没事吧 啊没事没事没事 你可别往前冲啊 我告诉你 这种东西很危险 吓我一跳 别那么大 啊好了来接着弄接着 啃草 种子都是从草里面打出来的 但是我好像还真没有专门出来打过草 草莓 糯米 红薯 好像打出来不少好东西 我看一下 这儿又满了 嗯 对 对了 我的 我的这个伴侣有背包呀 用他的背包给我装东西 你先替我装着吧 我这实在是放不下了 怎么这么多东西 打点种子 这个白色的是糯米吧 哦是 可以做汤圆吃 红薯 接着打 怎么什么都没有 还是要看幸不幸运啊 这种普通的就是小麦种子吧 啊 绿豆 家里好像还真没绿豆 这样我就可以做绿豆饼了 有绿豆饼也不知道 啊 幸运草出来了 这是我新装的那个mod 豆子 好 拿到它以后呢 四叶草啊 再重新放在地上 它变成了一个木板 好吧 跟村民送我的礼物一样 普通 但是下一次也许就有好东西了 葱啊 我要葱啊 哎 还真的有葱 好 我就要这一根 不过要是再能多给我几根 更好 我就把它放地里种下 你看看 吃个饭容易吗 新冠头一天 出来打了这么多草 还失明了 这个土怪真的太讨厌了 走了走了回家了 太阳都快落山了 饭还没吃到嘴里 虽然其实我一点也不饿 我们家地下不是洞穴吗 经常会就是走到厨房那块 不是厨房那块 火炉那块 有精英怪的提醒 我觉得它在我们家都快成精了 就在我们家地下 我又从来没去管了它 哦 这个就是葱 可以种一下吗 不行哎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种 嗯 那好吧 那我不种了 做饭去 试一试这个鸡 是不是这样做 白切鸡 试一试 试一试 怎么还是不行啊 试一试 是菜补出问题了吗 哦 红酒 我看看红酒 对了 咱们今天应该喝点红酒 庆祝一下 是吧 喝点酒 也不一定非要是红酒 那么我现在需要一个酿筒 我们如果不吃饭的话 我们就喝点酒好了 好不好 咱们这就去做酿筒好吗 面粉 哎呦 家里应该最不缺的就是面粉 因为小麦实在是太多了 那就想办法做酿筒吧 还挺简单的 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机器核心 还有那个倒鼓机器外壳 在这个饮食食品mod里面 这两个东西是必备的 只要有铁 有铁块 还有小麦 花生 就可以了 还有瓣瓣豆什么的 我想想啊 首先是要铁 要铁块 铁块和 和种子吧 哎不是 错了 那是什么 机器核心是铁 铁块和 花生 还有小麦 小麦 不是小麦种子 铁错了 好傻 小麦还说啥 小麦是我最多的作物 好 倒鼓机器外壳 再就是 需要两个机器核心 还是用小麦吧 小麦是比较常见的 小麦 红石 还有铁块 不是铁块 铁钉 我的红石 也就这 有什么能用 小麦 红石铁钉 好的 做两个 僵尸 好像在旁边 不知道是在哪 一直在叫唤 木板 还有可可豆 东西都在手边 我怎么感觉 那僵尸在屋里啊 没有吧 没有 那在屋里 它就过来了 铁壳雷也就过去了 幻觉 要什么来着 被打断了 忘记了 可可豆 然后是四个木板 背包放进去干嘛 身上还没木板 嗯 这儿 重新来一回啊 可可豆 然后是 倒不机器外 可可 两个机器核心 酿筒 哇 成了 以后就可以酿酒喝了 饮料制作机 冰 什么 这个饮料制作机也挺好做的 那今天就做酿筒吧 我们来 造点酒喝啊 硬有这个 有 有材料 但是要是 做白酒的话 我想应该可以 因为粮食多嘛 要不先睡一觉吧 这会儿都天黑了 有材料制作机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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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的人 我再渐渐的摸清他的脾气 今天需要 纯净水 净化水动 是用桶和羊毛制成的 哎呀 好麻烦啊 咱们做个什么酒呢 葡萄酒 白酒 怎么有这个孩子 什么情况啊 我不是想要孩子 我是让看你的背包 哎呀 哎呀摁错了 给它起个名字 它叫 叫 叫 Candy吧 好不好 不是 手都抖了 这也太窘了 我本来是要做酒的 我在手里现在就多了这么一条 大蓝虫 错了 应该往下一点 上面是生鱼 下面是背包 好窘啊 而且你背包里也没有葡萄 也没有桶 那我现在怎么办 我干嘛了这 我要弄净化水桶 对对对 桶在这 然后呢 然后要用羊毛 我都不想做了 好窘啊 手里现在多了一个孩子 这打击来得太突然了 啊 我这边好像没有羊毛 这也不是羊毛 这也不是羊毛 我从来都没有讲过羊毛吗 我对它们也太仁慈了吧 好像真的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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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好慌张 要不我别别做什么 葡萄酒了吧 我觉得 当务至极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 小孩 给养活起来 哦 卡罗 你看起来很累 对啊 这是遭受打击之后的表情 我现在要干什么 我都不知道了 我把这个葱 先种起来吧 这是一个男婴啊 男宝宝 他为什么在我手里 会如此的鬼畜 可以放在地上吗 还是 还是怎么样啊 这个帽子里面 都有什么 关于小孩的 我要给他做身衣服吗 还是做个婴儿床 这是他的新衣服 但是小 小孩明显不需要穿衣服 聪明床我是有的 我觉得好像现在没有什么 他能用到的东西 不 也需要羊毛和针线 哦 忽然觉得自己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生活的挑战开始了 你 你要睡觉吗 我把床 他可以睡觉吗 我不是要睡啊 我让他睡啊 我把床放在那里让他试试 不行 默认的是我来睡 我不睡 那这个东西就在我的物品栏里放着吗 我好一头雾水啊 他能用来干嘛 可以用来刨地 种田 挖沙子 头比较硬啊 练出了铁头功 你吃草莲 你吃草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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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这么爱问问别人吃不吃草莲 你会带孩子吗 我可不敢再安生育了 他再给我生一个我就崩溃了 这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选项 我有时希望有自己的洞穴逃避你和每个人 为什么 你有抑郁症啊 我才应该有抑郁症吧 好吧 没有想到我们新婚的第一天是这么度过的 那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吧 你看我这个二呵呵的伴侣啊 还在这转圈我都快丑死了 大家我们下期见吧